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蛮教育的地理课堂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中国地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 交通运输 第一部分 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 首先来看一下交通运输它的作用是什么 作用 联系工业和农业 生产和消费城市和乡村的纽带 我们利用交通能够联系工业和农业 能够方便工业的运输 农业的运输 同样生产和消费这些能要运到交通运输 城市和乡村它们之间能够互通 这里都归功于交通的功劳了 第二个 交通方式 现代交通主要有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 水运 航空运输 管道运输 下一个 各种运输方式的特点 有这么多的运输方式 它们都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看第一个 公路运输具有灵活激动的特点 可以实现从门口到门口的运输 是我国短途运输的主要方式 这里面最贴切的一个例子 快递 它可以通过这种 通过四通八辣的公路 可以实现从门口到门口 是我国短途运输的主要方式 下一个 铁路运输 是我国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铁路运输速度较快 运量较大 运价较低 可以把旅客或者货物 送到全国铁路网中的各个车站 是一种适于长距离运客货的 现代化运输方式 我们最早是火车 现在有了高铁 这个时候大大的高铁 大大的提供了我们去 长途的速度和安全性 铁路同样是速度较快的 运量较大的 运价较低的 可以把旅客和货物送到各个车站 适用于这种长距离运送客 还有货 这里我们来有一个题 如果考到大家 千万别懵了 就是高铁只能运客 但是不能运货 这一点需要注意的 火车是可以运货的 高铁只能运人 不能运货 下一个 水运特点 运量最大 运费最低 速度最慢 水运可以分为 河运和海运两类 我们可以用那种大型的货船 和有万吨级的远洋游轮 运量大 运飞机 速度 当然也是最慢的 当然了 它还分为了这种河运 在河上运输的 海运 在海上运输的 这两类 海运 我国海运运输线 分为沿海航线 和远洋航线 两大部分 沿海的 沿我们这个浦河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这些 远洋呢 就是可以跨过各个大洋了 河运 长江通航里程 达七万多千米 通航里程和运输量 占我国约70% 是我国通航里程最长的 运输量最大的河流 会成为黄金水道 我们在讲滚滚长江的时候 有说过 这是长江给我们带来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便利 一个福利 下一个 管道运输 管道呢 是适用于运输液体和气体等物质的 一种现代化的运输方式 它的优点是运量大 运费低 损耗小 安全可靠 连续性小 管理方便 当然了 管道运输影响最大的是地质灾害 如果发生了地震 这个管道就容易遭到破坏 遭到泄露 这个时候反而成了一些麻烦 这些一定需要我们理解 去记忆 我们要知道 如果我们要从一个地方 去另一个地方 选择哪一种方式 更为妥当 这个也是考试围绕出的 提的这个重难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 还有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具有其他运输方式 不可比你的优点 速度快 舒适 安全 但一般来讲 价格最贵 运输也最小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 我国铁路干线的分布 第一个主要的铁路干线 首先南北向的铁路干线 京户线 京九线 北京到上海京户线 北京到香港的九龙京九线 接下来京广京哈线 北京到广州京广线 北京到哈尔滨京哈线 接下来郊柳县 河南的郊座到广西的柳州 交流线 宝城 城坤县 宝基 到达成都 宝城 接下来成都到达昆明 就是城坤 那么这个线路 我们怎样来记呢 通过一个口诀 我们的口诀是 京户九广 哈交流 宝城 城坤 南北走 京户九广 哈交流 宝城 城坤 南北走 京户九广 哈交流 宝城 城坤 南北走 这样我们就很快的把它记住南北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东西向的铁路盖线 首先京包包兰线 北京到包头 内蒙古的包头 包头 再到甘肃的兰州 就是京包包兰线 接下来龙海 兰新县 这里比较特殊啊 首先从这个陆海口这里 连云港 他到了这个甘肃 甘肃简称是龙 龙海县 接下来 兰州 再到新疆 就是兰新县 还有下一条 护昆 昆南 从上海 到达云南的昆明 这是护昆县 上海的也称是护 到达了这个昆明 这是护昆县 从昆明 再到达广西的南宁 就是昆南县 昆南县 接下来 兵州 兵随县 这里讲的是 兵是指哈尔滨 第一个 哈尔滨 他到达了满洲里 就是 兵州县 哈尔滨到满洲里 是兵州县 下一个 哈尔滨 到隋芬河 就是 滨随县 滨随县 南北走向的 有口诀 东西走向的 是一个好玩的故事 故事 是这样 说在北京 有一个包工头 这里说的是 京包县 北京的这个包工头 这个包工头呢 他想吃兰州拉面 所以就是包兰县 包工头想吃兰州拉面 包兰县 于是呢 他向海靠拢 据说海边这里有这个兰州拉面 这个靠拢到海边 就是龙海县 靠拢到海边 就这个龙海县 结果呢 他发现这个兰州拉面 不新鲜 就是兰新鲜 兰州拉面 不新鲜 于是他就不吃了 他就不吃了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说上海 说上海 这里有一户人家 有一户人家 就是户 他呢 准备去昆明游玩 坐上了户昆县 昆明的人呢 他说 你既然来到我这里了 那时候我呀 我就直接呢 我就走了 我到南宁 我去南边那里 宁静的地方 躲青弦去了 我去那里躲一躲 于是 这里就是昆南县 从昆明到拉滚西 南宁 南边很宁静 然后就去躲一躲 你来我走 这就是昆南县 这是这一组 这一组 下一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 宾州 宾随 说这一个宾客呀 他说 我想去喝粥 就是宾州县 他说 想喝什么样的粥呢 皮带瘦粥啊 还是鱼粥啊 什么样的粥啊 他说 那随便吧 这个就是宾随 宾随 哈尔滨 这个宾客 他说随便吧 宾州宾随 注意这几个故事啊 我先把故事整体的说一遍啊 北京的这个包公头啊 他想要吃兰州拉面啊 结果呢 他向海边靠拢啊 靠拢到海边 结果呢 发现这个兰州拉面不新鲜 这就是 京包包兰 龙海南新 下一个 说有一户人家 他想去云南昆明啊 结果昆明的这些人呢 他到了南边去宁静啊 想要到南边啊 静一静啊 就是这个护坤 坤南县啊 下一个 宾州宾随啊 说这个 有一个宾客 他想要去喝粥 结果呢 他说啊 喝什么 这个喝什么粥啊 他说喝什么粥 就随便吧 随便的 就这个宾州宾随 我们这样来记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综合性的交通运输枢纽 这些运输枢纽哪些呢 分别是北京 广州 上海 郑州 武汉 京广 护正汉 京广护正汉 说北京啊 用它广阔的胸怀 正在保护着 正在汉街的这个工人 北京用广阔的胸怀 保护着正在汉街的工人 京广护正汉 注意 这几个交通枢纽 北京 广州 上海 郑州 武汉 好了 这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这里是海蛮教育 用大脑 记笔记